这个还得分情况 你慢性知气管员分一个缓解期和它一个急性加重期 如果是急性加重期 就是它在平时的基组上最近感冒了 有病毒感染了 有细菌感染了 怎么判断呢 它发烧了 或者是痰多了 咳嗽加重了 痰又白的变成黄的了 喘比平时也重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急性感染了 那你需要用的药物 那肯定要吃抗拟素 你到医院去拍片子有感染了 或者查血相 白细胞高了 这些你要吃抗感染的药物 是吧 痰多了要吃化痰的药物 喘的时候要解经频喘了 或者是还需要做做物化了 这就是你急性发作期的治疗 如果你是个缓解期 你比如说我就是平时挺好的在家 偶尔的有一口痰 偶尔的咳嗽一声 它不是急性加重器的话 慢性肢气管炎在家里治疗 可能就是需要用一点化痰的 或者是一些补肺的 我们说可以用点中程药调理 比如说什么百令 金水宝 这些肺的调理 对肺功能有改善的 或者对免疫功能有改善的药物调理 或者是痰有一点粘稠的 我们吃点化痰的药物 就可以了 如果有去到阻塞性的 比如说有喘 肺功能都有下降了 这样的病人 那我们可能还要建议你吸入一点药物 我们说吸入的药物有 比如说有糖皮肤基素类的药物 或者是β激动剂类的药物 或者是胆碱能受体的 结抗的药物 那这个都是医生 根据你的肺功能 根据你平时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医生会开给你